然後後面讓吉英克斯跟Kendy來做拉打的陣型 尤其是TPA這裡拿出比較偏向poke型的一個陣型 庫奇跟傑西這樣的英雄來說的話 傑西在側邊想要來偷 瑟雷西的出勾 血量快沒了 哇 藍BUFF的重擊 是被Pony給搶走 但是Pony有幫我走嗎 Pony直接送了一個手殺 放在維克特 魚叉跟這個火焰噴射直接把他往回家逼了很多 目前Kendy中路的交火剛飛 Kendy身邊都命中透 蕭語直接跳上 所以有這種線上單殺的警 月的位置有一點危險 蹲在一根眼睛上面 不過Pony即時趕到 從小龍刺刺裡面出過 勾在Pony身上一個時空攔截 直接砸下來 Pony中夾子又中暈 直接死掉了 目標轉往月身上 羅伏茨TP下來 大絕還沒有開 想來追月 看了回面衝刺之後 交了月的閃現 再推一下 月勾牆壁 羅伏茨大絕往回到TP一開始所寫的劇本 也就是解放弩品 然後利用poke性質來壓塔 Chunks的出勾 勾在月身上 開了王尼玉在回刷之後 月身上操作點燃 Empty也來了 這個時空攔截在江上移 平分這個farm的打法 確實是一個執行卡殺的過程當中 被Pony一個爆破就能夠炸回來 Mony的經濟量跟裝備量非常誇張 上路是一個三殺一的Morning 羅伏茨開了腿進衝刺 Empty下了重擊 射雷西出勾 沒有命中 丟了一個魯影登龍想賺助攻 不過藍寶回身丟了一個大絕 沒辦法造成太多的輸出 只能兩腳一身 變性的團戰 然後要速戰速決 最好是趁Mony現在的情況 這種在分推的情形 你可以進場的優勢 出勾勾在Pony身上 交了一個大絕Pony交閃現 Empty在後面想要來做追擊 不過城市MSE Kendy也是趕到了 後面一個超威能的死亡火箭 Steel收下這顆人頭 羅伏茨的進場稍微推了一下 越來越被緩住 反身敲一個潛航衝擊 羅伏茨想只剩一半左右 顯量Kendy等於怎麼在打架 都直接卡著整個戰區 Kendy倒了 一個威風神器拿到一個雙殺之後 Empty的閃現也是利用在逃脫身上 這邊的話 等於是要考慮果斷打贏了 還要爆啦 準備要來開戰羅伏茨衝了進去 時空閃節也沒有攔截 照後面的手晃 就轟在三個人上 但是沒有太多傷害 只是艾克已經倒下了 Steel還在做拉打 這隻二殺火箭沒辦法 收下人頭Kendy 直接利用Q鍵的給的跑速往前 已經沒有高地塔了 但是後方羅伏茨已經開啟了 守護家人跟加速還有TP 從後面要來突入對方的Poke陣型 一個時空閃節砸下來 是沒有辦法推 沒有暈到人 但羅伏茨進場一個大決 是砸在月身上 Pony中勾了之後 又往回肚子了一下 羅伏茨要倒了 最後一點點HP 利用危險遊戲拉回來 Steel在做追擊 Chance的血量很危險 Steel中勾 在一個電視牌中 Steel交了治癒把血量 把任何人押到 需要回家的一個地步 我看一下TPP有沒有辦法 這一次應該是可以拿下這個兵硬 Chance直接閃刷 刷在Pony身上 一個爆破鏡的Pony 可看所有的人 Chance有一個勾在 Chance要倒了 Chance要閃現往回拉 直接讓MSC開始了這一波成功的團戰 讓金克斯拿那個雙套座 還在繼續做追擊 後面Morning想來收人 不過是失敗的 Candy跟Chance回頭 Morning應該是要 會不太敢向前去點這個塔 那現在他們就有點進退兩台 羅伏茨在後面要來進攻了嗎 我收到月 石頭攔截下來 月交出閃現躲過 不過目標是喬羽 喬羽被釘在牆上之後 想來做後續的拉打 路瓶已經是殘血 羅伏茨追上去 跟Emity連手 把路瓶給帶掉 後面則是MSC的收頭 之後Steech的傷害實在太高 金克斯放不起來 自己狂躁的被動之後 這邊是MSC的前面進攻 Steech已經無人磕擋 Candy也打到一個雙殺 Emity選擇上來 Morning利用自己的鐵線護盾 想來做防守 但Candy也是閃現上 很漂亮 直接把速度點位一點 抓掉之後 這邊沒有辦法招架 剛剛那一波是頂了 喬羽在牆上 喬羽在牆上